为了吊起堪称水中巨瘦的白群,调查团用上了两个成年人都扯不断的鱼线,还挂上了170克的坠子,将诱饵送到河底的白群面前。 可看似缜密的计划,还是逐渐展现了漏洞。 由于水流湍急,抛出的诱饵全都被冲了回来。 调查团发现了远处的一个漩涡,是绝佳的抛尔地点。 那里不仅水流稳定,并且还是白群用于捕食的地点。 可漩涡的距离实在太远,光凭人力完全无法到达,并且坠子增加的额外重量,也让调查团的肩膀不堪重负。 所幸,调查团事先准备了B计划,那就是用无人机将鱼尔送到指定地点。 因为无人机造价昂贵,所以出发之前,调查团还特地进行了测试,无人机轻松地带起了10公斤的重物。 那么这次实战,它能顺理完成任务吗?